楊晨寧日前因為海鮮事件了的台灣網友不太開心 結果9日她在鄭州演唱會上說了開玩笑的話 結果出事了 雖然事後她緊急發文道歉 說自己開了沒有禮貌的玩笑似乎還是滅不了火 據說河南文化神旅遊廳狂接到市民投訴 辯明服務專線也被打爆 有律師指出楊晨霖這樣公開的言論 其實有可能涉嫌地獄歧視 侵犯他人的人格 如果行為被認定侵犯了他人合法權益 楊晨霖可能會得到相應的處罰 不過也有理智的網友公開整段影片 要大家看清楚 覺得楊晨霖真的是在開玩笑 不要看得太嚴重吧 我想問剛剛中間尖叫是為什麼 又有沒雨了嗎 因為上一站在教室有一個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蠻不高興的 因為整場最漂亮的只能是我吧 所以她算不是我 我都已經站在這了 夜情的是我啊 要開心為什麼啊 有人欣賞嗎 在哪裡 我看不到 幫我亮燈一下 因為什麼那時候你們看見 看見 所以我要看見在哪 你們每個人都灰 你們每個人都心啊 對啊 你們可以冷靜讓我知道到底是誰心嗎 到底哪邊 我要灰氣了 左邊 哪邊啊 左邊 什麼意思 我不跟你們玩了 我不跟你們玩了 我不跟你們好了啦 你們都不告訴我真相 到底是哪 左邊 尊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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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調皮耶 哈哈 怎麼怎樣 我今天不找到我 我不繼續唱的 哦 我找到是誰 這邊 這邊 尊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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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男人不可以這樣子拉 對 你們一定有些名聲耶 你們知道吧 那你也忍得事情 你不要去看網 但是裝人真的好調皮喔 雖然完整影片被公開網 有人希望楊丞琳玩笑不要亂開啊